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美脱钩欲托还修 那么最近中美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意向 就是中概股开始开放给美国的审计部门进行审计 以便符合在美国上市的需求 那么有人看到这个新闻就会问 中美之间是不是开始从脱钩走向不脱钩 那么中美是不是开始重新合作门声大发财 那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 那比如说这一则留言我觉得就很有代表性 这个网友留言当中就说 中美之间就中概股的审计问题初步的达成协议 他提问说是不是我认为中美之间不会达成最后的共识 那么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梳理清楚一些概念 包括美国的制度 拜登的团队以及中美关系 你如果不把这些概念梳理清楚的话 那么你思考问题的时候永远就是一团浆糊 那根据最新的新闻媒体报道 中国和美国正在达成一项协议 这份协议内容大概是中国方面同意美国的监管机构 对那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外公司进行审计检查 以便让他们符合相关法规 可以继续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 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 自从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之后 就要求这些外国公司要接受美国监管部门的审计检查 那如果连续三年都不接受检查就必须退市 这个时间大线就是2024年 那刚开始呢 中国方面是完全的拒绝审计检查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就代表中国的公司不得不从美国大量退市 但是现在双方又倾向于达成协议 这个似乎在暗示中国方面是做出了让步 那随着2024大线的不断接近 中国方面还是不得不做出迂回的妥协 重新释放出愿意合作的态度 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解读 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分歧 中美之间是停止金融脱钩 重新回到合作 闷声大发财的状态呢 还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 只是一个出于权益之机的考虑 本质上还是虚晃一枪 最后的大结局依然是中美之间金融脱钩 贸易脱钩 那么这两条路最后到底是哪一条呢 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目前新闻媒体对于中概股审计协议的 讨论当中就有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那个就是历史的记录和现实的预期 完全不符合 那么从克林顿时代的世贸组织协议 到川普时代的贸易谈判 过去的经验都说明了 中美之间的商业经济谈判 过程都非常的一波三折 最后的结果就是协议要么没有达成 要么就是达成以后也无法执行 反观现在中概股审计的协议 为什么在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财经媒体就已经迫不及待 开始铺天盖地的鼓吹这些利好消息 为什么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如此的猴急 原因非常的浅显 因为财经媒体都是给金融机构打工的 现在整个的金融市场出现的都是各种利空的消息 比如说美联储坚持加息不动摇 中美关系恶化 供应链转移 全球的自然灾害等等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利好消息 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是依靠利好消息来炒作商品的价格 最近出现的所谓中概股审计合作协议 这个是在众多的利空消息当中难得出现的一个利好消息 整个金融市场一定会充分的炒作这些消息 物尽其用 金融机构要挣钱 市场需要炒作 因此现在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中概股炒起来再说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益 实际上我们看金融这个东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动性 所以金融领域关于中概股市去市流这种判断 它并不能够深度的影响中美之间长期的趋势 要判断大趋势 你需要看一些比金融方面更稳定 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指标 比如说科技领域还有政治外交领域 我们先以科技领域为例 那么目前中美之间在科技上脱钩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那这里需要看一下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 中美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 我们引述报告当中的一些数据 那可以从图表当中看到 被美国禁止的实体清单当中 中国企业的数量从2018年的130家增加到2年3月的532家 占到整体的比例从过去的14%增加到29% 那所谓的实体清单就代表美国将禁止对这些企业出口美国的核心技术 这些核心技术就主要包括通讯技术 AI技术 半导体等等 那所有这些技术当中的核心元件和科技都会禁止出口 那官方理由就是防止中国把这些技术用于违反人权的活动 以及军事活动 那与此同时 数据也显示 美国政府是在加大限制中国资本在美国进行投资 那么美国财政部下属有一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这个机构会审批从国外来美国的投资 如果是涉及到核心技术的企业 委员会具有否决权 那通过统计可以看到 最近他们是拒绝了大量的来自于中国方面的投资申请 从2018年以来 中国的资本向美国的监管部门提交相关投资案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那我们综合来看 从一进一出这两个方向上 美国的科技都在加速的和中国脱钩 那这个方面对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走向 就有更具说服力的预示性作用 那同时在政治外交上 美国也是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 那前段时间 佩特锡访问台湾就是一个具体表现的形式 而同时美国也在讨论台湾政策法案 这个法案的目标呢 就是在未来四年提供价值45亿美元左右的经费 用来强化台湾的军事防御力量 而且是要正式的把台湾列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 所以这个是政治上整个中美关系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所以政治外交还有科技这些最重要的方向上 中美都在加速脱钩 而相比之下 中概股是不是马上全面的退出美国股市 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对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 那主要的方向就是脱钩其实没有改变 那什么情况下 才说明中国真的是和美国要重新合作 重新一起闷声大发财呢 那这个是请他唯一成立的条件 就是中美在科技上不再脱钩 中美在贸易上重新整合 中美在政治外交上重新联合 那请问这个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也就是说媒体的误导是让大家产生误解的第一个原因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华语的观众 他们容易误会美国的政策制定方式 因为华人大部分是来自于一种领袖制的文化和体制 他们总是认为国家领袖 他宣布某种政策就可以改变整个大方向 可以力挽狂澜 但这种想法观点套用在美国身上就不适用 因为美国并不是一种领袖制的制度和文化 领袖制从历史来看 它一般是适用于古代社会的君主制 那君主就是领袖 君主为父 而在现代的历史当中 实行领袖制的一般是指的普鲁士 还有苏俄这样一些国家 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 但是美国他明显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美国是一个通过民选推举代理人的民主议会政治 美国的总统严格来说他不是领袖 他并不是人民的父亲 他只是一个政府代理人 那么他执行政策的过程当中 他的团队就必须要履行对选民的承诺 那么和中国继续进行经济贸易的谈判磋商 这个事情 他本来就是拜登团队在履行他对选民之前的承诺 因为民主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全球主义 贸易全球化 那只要中美谈判的窗口没有彻底关闭 那作为选民代理人 你就有义务去尝试谈判 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拜登团队要谈判 就算是之前共和党的川普 他当年也是要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没有人会一上来就不谈判 直接开打 不存在这种政客和政治规则 那么在这个语境之下 代理人制度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断是错 政治代理人 他一定要把所有可能的选项都试过一遍之后 最后发现都不行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他才会选择一个最后的方法 比如说军事斗争等等 而对于这一场赌局当中的对赌一方来说 敌方试错就代表本方有机会 具体到中国尤其是香港来说 就代表短期的趋势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那之前有种观点认为 中概股退市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利好 原因在于退市之后 大部分的中概股会选择在香港重新上市 进行所谓的美元融资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 截止到20年8月26号 一共是有17家中概股在香港二次上市 并且还有9家中概股已经在香港双重上市 这20多家公司整个合计的市值 已经达到0.7万亿美元 那正是因为这些公司市值巨大 所以有很多财经媒体 他们也在鼓吹中概股回归香港的新闻 但实际上这种对于中概股回归香港的炒作 和之前所提到的中概股审计协议的炒作 是一样的 他都是媒体拿金融机构的钱办事 帮忙畅多 我们来看 对中概股回归香港畅多 这个事情 最少有两个方面不符合现实情况 第一点 如果中概股集体从美国退市 然后一下子全都来到香港上市的话 那么整个市场会出现僧多周少的情况 所以这些股票全部都会面临估值的压力 它反而会造成股市低迷 第二 如果中概股短期内集体被赶出美国的股票市场 那恰恰说明中美彻底脱钩 那么在中美彻底脱钩进行敌对的情况之下 我并不认为香港这个地方还会具有任何美元融资的功能 因为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 就说明两国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那香港肯定会受到美元的制裁 那港股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内循环股票市场 它会完全的内地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中概股集体的从美国退市 然后集体的再去香港上市的话 反而对于香港来说是重大的利空 那么香港的股票市场 之所以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美元融资的功能 原因就在于中美的金融没有完全脱钩 金融没有完全脱钩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是中概股不能完全从美国退市 而这样一个情况就恰恰符合现实 所以现在才是对于香港利多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利多 所以财经媒体认为 只要中概股全面离开美国 然后香港股市就能吃饱 这个想法是违背基本常识 非常的愚蠢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香港的处境还有功能是什么呢 那结合我们之前的分析 中美脱钩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 在政治外交科技上已经是脱钩了 金融呢暂时没脱 但是迟早是要脱钩的 现在峰回路转 暂时不完全脱钩 说明双方还在商谈分赃的协议 正是因为分赃没有结束 所以香港还有最后的价值 那么掌握香港金融的两股势力 一个是中国金融党 另外就是美国华尔街 所以最后香港发挥娱乐的功能呢 一句话讲完 就是帮这两个帮派分赃 但是在这个短期的利好之后 中概股的审计工作 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僵局 尤其是在2024年之后 金融的彻底脱钩估计还是会发生 到那个时候 整个香港的金融市场 将会树倒胡顺散一地鸡毛 大概就是这样一条路线 可以说香港的地位 尤其是香港的金融命脉 完全是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周期 2022年中美暂时不脱钩 那是为了稳定局势 不让中期选举的时候出现大问题 然后再到2024年 美国又要进行大选 到那个时候的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所以从22年到24年之间 香港虽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功能 但是它在分赃这个功能上 还是会继续发挥作用 这个才是真实的情况 那所以说现阶段的香港 还是可以维持住一段快乐的时光 老百姓还是有最后的安稳日子可以过 但是在之后就不好说了 尤其是2024年之后 香港的金融香港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被中美联手给做掉 那么香港的本质是什么 香港的本质是一个中国的自贸区 但同时它也是美国的自贸区 当这两个国家有交集的时候 这个自贸区就存在 当这两个国家没有交集 开始分道扬镳的时候 这个自贸区就会消失 这个就是香港这个地方的本质 所以各位真的是要抓紧时间 还有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看起来很短 不过作为洗钱作为分赃 其实也远远足够了 好今天就说这些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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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